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蒙特利尔的几个比较著名的景点 必须要去的几个地方吧 这样特别是新来的 我新来的时候什么都不知道 也是一点点摸索 首先这个著名的几个地方 第一,首先你下了飞机 你是来到了这个地方 这是蒙特利尔的特鲁多机场 下了几飞机 你首先是要找到你暂时住的地方 对不对 我当时是暂时住在一个 一个朋友家的接待站 挺好的 不管怎么样 你应该是先找好住处 大概住两三个星期 然后找到自己的房子 然后这是第一个蒙特利尔的飞机场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宜家 宜家在哪里 当然了,现在有谷歌搜索都很快了 你可以去谷歌搜索一下 where is Ikea Ikea Montreal 我们来搜索一下 就是Ikea Montreal 对 对 对的 他会追寻你到这个地方 这个应该就是蒙特利尔岛上的阿姨家 但是我直接告诉你吧 是在这个地方 这个位置 Ikea Montreal 其实这个位置啊 很近 离岛上很 其实他就在岛上嘛 离这种 NDG 或者Downtown 其实挺近的 不远 但刚才的时候 我感觉宜家好远 走公交车就到了 当然你开车的话更快 一会就到了 苏平工20分钟 从Downtown 甚至从NDG 到20分钟 开车20分钟就到Ikea了 这是你第一站 应该是你的第一站 到一家去买家具 然后 第二站 去哪呢 趁着你还没工作的时候 有时间呢 去看一看 约瑟夫大教堂 有时候大家躺在哪里 在这里 在 看到了吗 就在这个地方 Saint Joseph 给大家看一下他的位置 他在这个 Queen Mary这个字条街上 挺漂亮的一个地方 大家看一下 这个大家堂 你应该去走一走 对不对 爬一爬 爬到上面 爬到最顶上去 爬到顶上去之后 他在这 这一层 这一层上 还可以往上走 应该是还可以 不可以往上走 你会从底下往上爬爬到这里面 我看一下蒙特利尔 拍一张照片 很漂亮 看一下飞机起降 你可以看 嗯 我的以前的视频 应该也拍过大教堂 但是 看别人的视频 总是不如自己亲身去体验一下 那种教堂的雄伟 还有壮力 也可以进到教堂里面去走一走 当然现在是 疫情期间可能不会开放 等等 等疫情结束之后 你可以去看一看 都是免费开放的里面 当然 有卖纪念品 也可以买一买 周末都是免费开放 平时也是免费开放的 应该是 你如果是教徒的话 还可以去 坐在那里听一听他们的宣教 应该是天主教 天主教的教堂吧 但我躲对天主教和基督教的词书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这就是圣约之福大教堂 下面呢 我们来去看一看 Costco 来了 加拿大你从来叫去Costco 对不对 那蒙特列有好几个Costco 你如果住在岛上的话 经常去的我就在Costco 你会去两个 一个是 那我们找一下 Costco 我刚来的时候什么都不知道 我刚来的时候什么都不知道 哈 就是 自己瞎摸摸摸摸啊 有两个Costco呢 你看Costco 这里有个Costco 这个叫Marché-Saint-Halle的Costco 你看到吗 这叫Marché-Saint-Halle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Costco 这个叫Costco是叫 在什么路上 Trans-Canada Highway在Planclair 两个都差不多了 里面你可以去看看 最好是让有Costco卡的人带你过去 你可以去买很多东西 这里面东西很便宜 吃的也很多 这是Costco 最好就很快就是 来的时候买个车 家庭如果家里面人多的话 一定要买个车去Costco购物 能省很多钱 而且一站式购物比较方便 除了这两个Costco之外 其实外面有其他地方 也有很多Costco 不只是这两个 你看这里还有一个在喇叭 这里还有一个 但是Downtown的大家就比较少去了 我就从来说说我从来没有去过 因为我不住在Downtown 生孩子你要去医院 因为平时生病看病可能还不去医院 大家会去Clinic 就直接解决了 如果感冒头疼脑热的 直接去旁边的 医院 旁边的Clinic 你家旁边都有Clinic 我们看一下这个医院吧 医院这个我们比较 比较熟悉的就是这个叫 Jewish Hospital 对就叫Jewish General Hospital 里面可以有这个也有这个紧急病诊 Jewish Hospital呢 大家看到Jewish Hospital 不要以为它是给Jewish看病的 也不要以为它只是里面 里面的医生都是Jewish 其实不是这样的 就是个名字叫Jewish Hospital 可能是创建人是犹太人 但是现在就是针对于外国 所有人都开放了 里面你如果比如说烫伤了 或者是家里有什么紧急情况了 要去这里 当然了如果特别紧急的打酒要药 然后 胃病啊什么这种慢性病啊 都是去这种Hospital Jewish Hospital是英语法语都说的 然后这旁边有个叫 San Mary's Hospital 这个我没去过 但是 听别人说都是法语为主 所以说大家也许也可以自己去看一看 然后 如果你比较熟悉的话也可以 留言看看这个到底是什么样子 因为我没有去过 我的孩子出生都是在Jewish Hospital 出生的 感觉还是可以的 当然了 所有的医院嘛 当时去的时候都比较紧张 自己生的 这孩子是第一个孩子 感觉都比较紧张 所以说 个人的观感是不一样的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还有什么东西呢 叫标动 有个叫生态馆 叫标动 标动在哪呢 标动在东区 我们来查一查标动 你看现在都是temporary closed 都是已经暂时关闭了 是因为疫情嘛 这里面好像是要这个是要买名票的 当然也不贵 算什么 去看看 在奥林匹克 到stadium旁边 这这边就到了传统 传统意义上的东区了 因为大家知道东区是和西区是用这个这条dcarry路来划分的 当然了 这里面还就是dcarry路在东面一点点 这个ndg其实其实是双语区 英语和法语都说的 那到了标动就比较 是东区了 看一看 嗯 东区我们看一下什么样的 其实我去过 但是我很久很快就忘了 这个样子 这是 当年的 奥林 奥运会的 旧职 里面可以带着孩子去看一看 挺人听的 是属于是一个比较 怎么说呢 比较家庭休闲的一个活动 然后我想除此之外 我想大家随便看一看这地图上还有什么东西 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首先介绍一下这两个 两条著名的 路吧 我其实比较熟的就是这个queen mary这条路 queen mary 这条路叫queen mary 因为我刚来的时候就住在queen mary queen mary上面 这个特别是Snowden附近 是一个什么叫呢 很有生机很有活力的地方 很多店 很多生意 因为我是比较这个对这边比较熟的 比较了解 比较有感情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cote de neige这条路 这条路也是一个比较繁华的 比较 比较繁华的一条道路 你看旁边很多这种restaurant 就是吃饭的地方 各种各样吃饭的地方 这条路比较忙 然后我们中国人现在有几个超市 几个著名的超市 华人超市 一个是 福泰 福泰在这个地方 华人福泰 看一看有什么福泰超级市场 里面各种中国的货品都有 那我挺喜欢的 我以前更经常去 然后其实还有其他的华人超市 在旁边就一个金发 金发也可以 这个金发是比较小的 可以去看一看 然后 到这里 在岛外就有 在岛外 在这里还有 在 到了北边 其实有一个新的华人超市叫联台 联台超市也是比较大的 跟福泰差不多 我暂时给大家 先给大家介绍在这里 这就是蒙特利尔的 著名的你刚来的时候 几个著名的 主要的生活用的地方 然后下一步呢 我们介绍一下医疗或者是 的教育 然后希望能给大家带到一些有帮助的信息 大家祝大家生活愉快 在蒙特利尔生活的幸福 谢谢 开转 开转 谢谢观看